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斋雕公 主播 暖阳 第41集 那夜 火烧心善寺 赵台妃将舍利子从塔中慌忙地取出 悄悄地转移到了心寺 这舍利子本不知道是哪里的邪灵 沾染了烈火中横死的人的怨气 更是煞气四溢 放在心寺中的舍利子 简直就像一个中枢的遥控器 一旦有了沾染死人骨灰的檀香 它便以骨灰中携带的怨鬼为兵刃 操纵千军万马 缠绕着可怜的湍阳地基 是以心寺的阴寒不亚于旧寺 内有邪灵作祟 外有陆酒和佩宇的配合 断阳怎样都无法挣脱 这个弥天大王 直到所有真相大白于天下 七层佛塔上至最后 楼梯抖得厉害 空间狭小 只容人弯腰通过 光线昏暗 妙妙在一大片荡起的灰尘中 努力地护住手中 微弱的一点烛光 塔中空空荡荡的 林妙妙被里面阴暗潮湿的味道呛得连连咳嗽 翘鼓不跌地从小小的窗口探出头去 几乎像是渴望光明的囚犯 只见牧生暴毙站在塔下 抬头望他 他胶着地喊 牧生 那舍利子没在上面呀 少年的黑眸中是润泽的水色 含了一抹极其暧昧的笑意 哼 那是自然 说是还在这里 那位太妃娘娘下一旨 也就不会用找这个字了 妙妙将蜡烛从窗口丢出去 直砸他的脸 你耍我 牧生伸手一挡 轻巧地拿住了那只细细的红厨 可怜的火光已经灭了 竹心在空中 划出了细细的一线烟雾 牧生低眉 纸巾烹得 炸出了一朵橘黄色的火花 烛火转瞬间又燃了起来 明灭的火光 映着他白雨般的脸 他端着蜡烛细细地看 现在扔得爽快 我看你一会儿怎么下来 困在黑暗佛塔中的 林妙妙无语了 林妙妙觉得 自己上辈子或许是只新意 否则怎么能解释 他五体投地四肢并行地 摸着黑 倒退着爬下了陡峭的佛塔 还能爬得如此迅速 派派 他吃了一嘴的土 开始拼命地拍打自己的衣袖 裙摆和头发 好在出门时多穿了几层 报废了一件外伤 里面的乳裙干干净净的 带到料理好一容一表 他从塔身后走出来 远远地看见木生端着蜡烛发呆 木色似合 兴善寺内院空无一人 帷幕隐隐绰绰 电雨眼下亮起了雪红的灯笼 皇家的灯笼 是一朵朵的冷红色 高贵而漠然 少年手中的烛火却昏黄 带着虚化的暖意 勾勒出他的长节和鼻梁的轮廓 照得他苍白的脸 宛如伸手一触就会破碎的肥皂泡泡 空气中漂浮着一股淡淡的兴气 伴随着若有似无的甜香 妙妙拽着衣白走过去 一路整理着衣袖 你觉得应该怎么着 沐生低眉毫不在意 自然是一间一间的着 眸光掠过了他的衣服 慢慢地扫到了他脸上 眸中这才带出一点 幸灾乐祸的笑来 爬下来的 妙妙咳了一声 爬 爬好呀 锻炼四肢能力 还不会摔跤 跟晨袍一样 健康 秋缠长思 星善寺内殿与连绵 菩萨和金身罗汉各有配电 月光清冷地 打在大理石的地面上 映出白霜花一般的冷光 寻觅一个店 要翻供品桌 检查塑像 趴在地板上一寸寸地翻找 更糟糕的是 洒扫的工人偷懒 贡品桌下全是灰尘乱絮 自然 完全消极代工的木生 是不会趴在地板上这样找的 努力工作推剧情的林妙妙 第十次趴在冰凉的地板上时 只恨自己不是一个金属测探仪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他拍了拍手站起来 走到他面前 穆公子 你们捉妖人 大阵仗见得多了 这么效率低下 想必是会被业内淘汰的 就没有别的简单点的办法吗 他说着话 黑白分明的眼睛 却一眨不眨地 瞅着木生的袖口 以往那里存着大把的符纸 随便撕一帐出来 应该都比他趴地板好用 只可惜黑莲花 将手刻意地藏在身后 说道 没有 木生抬起头 脸色比平时苍白许多 月光下一发显得 两丸同人黑得发亮 林妙妙微微一晒 搬了个普团席地而坐 开始伸手整理两并精致的三花 公字者的白色裙摆 站立时勾勒着腰身 坐下时 却可以如仓仆花瓣 肆意地展开 腰间的十六片坠纱 装点在裙摆间 每一篇 以金线绣着半开的行局 倒映着流血般的月色 论打扮上的骚包程度 林妙妙绝对不输给黑莲花 木生瞥了他一眼 果然先被他裙上月色吸引了片刻 身后醋眉 还不接着去找 林妙妙抬头望着他 两边的细小青橘 是最无邪的星星点点 锤迹以闭色丝带扎着 露出白玉般小巧的耳垂 杏子眼里映着水色 我累了 月下的人间少女 比平日多了三分的颜色 更多三分的仙气 点着赌气似的娇称 也容易令人怦然心动 可惜木生的脸上 看不出多少西花的情绪 他蹲下来凑近他的脸 眼中怜悯 并带着嘲弄 这才找了几间就来了 他望着他的眼 静默了片刻 毫无征兆地伸出手 木生避闪不及 让他冰凉的手 结结实实地摁在了脑门上 没生病呀 他歪过头 物质地疑惑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啊 手腕几乎立即被擒住 他用了九成的力气 捏着林淼淼 骨头都快断了 他强压痛感 咬着牙向下一瞥 另一只手飞快地 反抓住木生的手腕 他感到他的手颤了一下 是被碰到伤口的本能反应 上他一捏的缘故 他的袖口印出了丝丝的血迹 湿漉漉的触感 沾染上他指尖 一股淡淡的甜蜜 弥漫在空中 木生没有多闪 任他握着自己的右手 左手仍然紧紧地 抓住他的手腕 形成了一个相互僵持的姿势 两人在灰暗的大殿中 一动不动地对视 脸半隐没在黑暗中 眸中都沾染了明亮的月子 这片刻 大殿里静得只能听到 彼此交织的呼吸声 木子切 为什么要用你的血 供养水鬼 林淼淼面色平静地开了口 两只眼睛亮闪闪的 碗浆船上 她指着她鼻子质问她 为什么不上药的时候 露出的也是这样的表情 陌生的神色浮动了一瞬 眸光逐渐地深沉 有些咬牙切齿 我早告诉过你 太聪明 不是什么好事 妙妙望着她 慢慢地松开了手 无声地笑起 怎么办 又让我发现一个秘密 你是不是要立刻弄死我 那笑容又灿烂又轻飘 看起来清然十足的兴奋 木生也放开她 冷眼看着她揉着自己的手腕 拉下脸警告的 你以为我不敢 你自然不敢 妙妙垂手 木姐姐还在等着与我们会合呢 木生果然一僵 甚何时候拉出姐姐这座大佛 都能把她压在五指山下 不敢造次 木生一直觉得 林妙妙像只兔子 只管动着三半嘴 吃吃吃 遇到危险 就一头钻进洞里 只留个毛茸茸的屁股的那种兔子 可是最近 兔子的胆子肥得过了分了 湿血的眩晕感尚未退去 脑子昏昏沉沉 她在空荡荡的佛殿里躲步 却并不因此焦虑 反而觉得心中浮出一种 久违的轻松 甚何时候 长时间的独自背负一个秘密 都会使人疲倦不堪 她也已经到了沉默忍耐的尽头 我真的很好奇 你对妖物出手向来毫不留情 以你的脾气 那狗言残喘的水鬼 早就该在过晚江的时候就死绝了 不是吗 林淼淼仍然坐在普团上 盯着沐生徘徊的身影 沐生脑袋里却闪过那句冰冷的诅咒 你在这里杀妖怪杀得快活 可还记得地下的娘吗 她有些心烦地转了一圈 腕上的收腰瓶 答非所问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当时在皇宫 你借着装柄 两次治开我去应付太医 水鬼趁机从窗口进来 别说你手腕上平白无故多了伤 她嗅了嗅自己的手指 皱了皱鼻子 玄尽又笑 哼 水鬼的那种气味 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沐生借着月光 打亮林淼淼淼戴着绒毛的脸 兔子时而聪明 时而糊涂 时而恨不得躲到天涯海角 时而又亲近地蹬鼻子上脸 她几次三番地踩线 却让她下不了狠心 斩草除根 说不是她真心实意地喜欢柳福音 她简直要怀疑林淼淼是专程冲她而来的 柳福音 她内心冷笑一声 多加了一点 兔子眼光不佳 沐生 那玩意儿究竟用什么东西威胁你 竟让你退让至此 妙妙心想 黑莲花手狠心黑 错事全无三观 现在任人齐在头上 那水鬼掌握的一定是了不得的秘密 真是刺激 一提到这个 沐生顿时恼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 自然有关系了 作为朋友 我好心提醒你 不要被人骗了 这话说的真心实意 又理所当然 带着林淼淼一贯 无知无味的脾气 叶峰送来 质子的香气 飘散在空中 是浓郁着 几乎有些糜烂的味道 沐生低头望着她 我希望用我的血 换一些秘密 言外之意 是你不要多管闲事 妙妙一贯抓不到重点 仰头一脸的好奇 你的血到底有什么特别 引得妖物尽香的追逐 香气愈发的明显 到了有些呛人的程度 沐生的话刚开了个头 我的血 少年意识到 自己让林淼淼淼带偏了去 眸中闪过了一丝脑印 我凭什么告诉你 林淼淼白袭的小手 在鼻子面前猛杀 哪里的花这么像 呛死人了 沐生这才留意到 空气中富裕的 近乎呛人的味道 心里陡然一惊 糟了 一时大意 浑身上下迅速地紧绷起来 右手腕钢圈瞬间拖出 捏在了指尖 左手一把拎起地上的 林淼淼 但已经晚了 血光不知何时 被游动得黑云遮蔽 大殿里伸手不见五指 一点点的昏黄赤红的光 从脚下慢慢地亮起 出红 藤黄 电蓝 首先映入 林淼淼眼帘的 是一只手腕上 一圈又一圈 沉重的金石 随后是一对对 搂抱在一起的 男女暴露交缠的身躯 这 这是 啊 眼睛仿佛被辣椒水刺了 心头惊跳 他下意识地闭上眼 鸵鸟埋纱一般 飞速一头扎进 陌生的怀里 脑袋好像 要将他的胸膛 钻出个洞来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四十二集 凌妙妙浑身都在抖 被突然惊到的心跳 如同牛皮大鼓 被咚咚敲响 几乎感染了陌生 他将她紧紧揪着她衣服的手指掰开 赤道 是欢喜佛 没见过 他对凌妙妙这种激烈的反应 有些诧异 碗姜水鬼 呲牙裂嘴 上来就吃人 也没见她被吓成这样 花 欢喜佛 她慢慢地回过神来 心跳平稳下来 她不是没听说过密教的欢喜佛 只是那些雕塑 乃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艺术品 不像眼前那成片的 挑战人体极限的放荡的娇狗 已经毫无美感可言 简直让人有种 头晕目眩的生理抵触 她现在有些怜悯断养地基了 一个女孩子梦里整天看到这样的情景 谁能吃得下睡得着 好了 都是假人 牧生看在她难得失态的份上 有些僵硬地拍了拍她 希望她赶紧起来 谁知她的手还是紧紧地搂着她的腰 而且身上的温度渐升 从她脖颈里慢慢熏蒸出一股醉人的花香来 牧生并非正人君子 因邪术的缘故 心念也比一般的捉妖人脆弱 这种环境与她不是什么好事 她脸上立即结了一层冰霜 丁淼淼 你给我放开 我 我放不开 丁淼淼简直快哭出来了 不知那质子香气是什么什么玩意儿 吸进去雨后 四肢如千万只蚂蚁啃式 不听使唤 心头燥热 白爪挠心 见个人就想紧紧搂住 要努力克制自己 才勉强留得住神志 更别提指尖麻痹的厉害 整个人变成了一株 倚靠植物的大型的兔丝花 川叔任务人这种高危的身份 就应该给她设定一个 金刚不坏 五毒不侵的体制 现在这样动不动就中招 算怎么回事吗 黑莲花作为一个合格的病娇 必然也是有感情洁癖的 谁敢画她明节往她身上扑 她不把人扒了下来 碎尸万段才怪 低 高危提醒 绝色牧生好感度下降百分之一 高危提醒 绝色牧生好感度下降百分之二 高危提醒 绝色牧生好感度下降百分之四点五 林妙妙的心在踢血 下一秒 牧生成功地掰开她的手 将她撂倒 像控制恐怖分子一样 双手反减地摁在了谱团上 爆炸般的系统提示终于停了 林妙妙流着泪硬打 啊 谢谢 牧生无语 蒸蒸地放开了手 妙妙累得精疲力竭 翻了个身解脱般的羊躺在地板上 牧生冷眼看她 少女整着一头散乱的凌乱发丝 微微合着眼 长节轻轻地抖动 两颊红得反常 显见吃中了严重的 魅香 她犹豫了一下 推了推她 喂 林妙妙却猛然向后缩了一下 眼里水光泥泥 半是渴求 半是哀求 声音都走掉了 别 别碰我 叫她这样看一眼 牧生方才碰到她的指尖 都像是被火撩到似的烧了起来 心头斜火猛窜 刚才她自己贴上来 现在却是这副模样 倒显得她要对她怎么样似的 门外夜色深沉 幻境与时境虚幻缠绕 少女就这样脸颊飞红地 躺在一群姿势各异的欢喜佛的中间 心思一飘 便要分神压制 一分神就止不住地烦躁起来 力气横生 一路走到现在 还没有人能这样地干扰她 眸光落在她身上 林妙妙已经挣扎着坐起身来 抵顺了头发 绣着抗局的白纱裙摆上 倒映着最纯洁的月色 而脸上 是最动人的妹色 心中的暴力迅速被荡平 转瞬变成了空荡荡的灶 不行 她心中隐约有个慌乱的猜测 说我此时不快刀斩乱吗 从此以后 事情将不为她所控 她将变成什么模样 刺激也无法预测 她拿手撑着站起身来 放了收腰柄 钢圈盈盈闪光 浮在空中 犹如打头阵的将军 普通的少女的人生 与她们光怪陆驴的生活 千差万别 本不该有交集 她早就有一千个 一万个丢下她的理由 离开 现在必须离开 她迈步 突然横出了一只手 拉住了她的跑脚 林淼淼在虚幻和现实之间挣扎 只记得刺激下意识地 拉住了要跑路的沐生 那其实也不是害怕 是被她丢在大街上 太多次的后遗症 黑莲花确实阴晴不定 可比起在这个世界上 手无寸铁的自己 到底是块免死金牌 沐生久久没有发声 妙妙用尽全力睁眼一瞧 恰对上她漆黑的眼眸 那双黑润润的眼睛 毫无效益 似乎在认真地做抉择 严肃中带着混乱的茫然 牟丝里如冰雪覆盖了圆眼 白茫茫一片 毫无生机 她心里猛地一惊 随后慢慢地松开了手 她毕竟不是沐谣 不是沐生心中唯一不可替代 即使上一秒再谈笑风声 患难与共 也不过 也不过只是 算了吧 她抽回手去 以全身的力气翻了个身 背对着沐生 将自己揉成了一团 总归在书里 佛堂幻境一节 她 柳福衣 沐瑶都在 即使被丢在这里 想来也会有旁人来救 冷汗顺着鹅脚滚滚而下 她死死地闭着眼睛 心想 我细分重得很呢 不稀罕求没良心的人 沐生见她放手 心里猛然一空 一种从未有过的烦躁感 顿时漫上心头 脑中再次混乱一片 脚步像粘在地板上似的 怎么也提不起来 林妙妙的无感迟钝的厉害 没注意翻身时 袖中掉出一截 巴掌搭的雾势 琵琶一声 跌在了大理石的地板上 沐生一睁 歪腰剪了起来 是 错了一半的竹蜻蜓 竹蜘处的道刺 被细细地打磨平了 翅膀一半鲜薄精致 边缘薄得如刀刃 另一半还是整块材料 没来得及雕刻 沐说 她猛地一睁 只看见女孩 侧眼一丛浓密的睫毛 她的声音几乎听不出异样 往后 别让那些水鬼 刷得团团转了 一句听她瞎掰 倒不如 直接去问你姐姐 她有气无力地 抬抬手指 宛如躺在美人踏上 歇息的老佛爷 语气相当地轻蔑 说完了 滚吧 林妙妙的冷汗已经打湿了眉毛 小腹精卵 魅香入骨 眼角已经染上了烟红的颜色 她勉强端着念完装逼的台词 下一秒就一头坠入了无限的黑暗中 陌生茫然地望着她 手指下意识地沿着竹蜻蜓的杆 抚摸下去 摸到几道的刻痕 对着光一看 由上到下 一笔一凿地刻着两个扭扭曲曲的字 紫漆 再往下 不知是个什么东西 糊成一团 她面无表情地摸索着 便认出来 那是个被人胡乱涂掉的桃心 又似乎是觉得 这样羞愤地对待桃心粗鲁过分 于下面又耐着性子 刻了小小的一朵五瓣花 梅花 我帮你改一改 做好了还你 做好了还你 紫漆 忠然间 胸口一阵奇异的尖锐疼痛 就好像这几道刻痕 刀刀都一笔一画地刻在她心上 又深又重 直蹦进出一条的血珠 林妙妙迷迷糊糊醒来时 惊讶地发现自己趴在陌生的背上 鼻端是她领子里飘出来的一点 若有若无的梅花香 黑莲花这一路走来有些狼狈 林妙妙这人 看起来鲜鲜细细 背在背上倒真是不轻 像座山一般压着她 压得她每走一步都脚踏实地 树腰柄荧光闪闪在前开路 左右泥塑像捏着雪盆大口 一丝不挂地往上扑 还未进两人的身 便被钢圈打得泥土蹦剑 化成一滩淤泥向下滑去 前方黑压压的一片 不知道有多少欢喜佛挡路 地上的妖物的鲜血 汇成了小溪 她踏着泥泞失手而过 简直像是深一脚 浅一脚地走在雪原里 林妙妙的天灵盖剧痛 换了很久 才觉得天旋地转地回过了神 发觉嘴里含了一枚 圆溜溜的珠子 闻不到先前那股 浓郁的花香味了 这是什么 耳边嗡的一声 系统提示 物品竹蜻蜓已使用 提示完毕 林妙妙一睁 旋即心痛如脚 那几系统 怎么还没磕完就可以用了 星善寺已非星善寺 长长地涌到 厉鬼浮于两侧 发出叠叠的怪笑声 倪菩萨眉间生腰起 脚下都是邪魅 牧生的脸动了一下 长长地眼睫低垂 在微微侧头观察林妙妙的脸 她立即闭上眼睛装晕 牧生的耐性被耗到极致 既然背上的女孩子不省人事 她也就无需再顾忌什么 左手一达的辅咒 一字排开 悬浮于空中 咬破右手的食指 先在妙妙的唇上轻轻一点 再以沾着鲜红血液的手指为比 从右向左 飞速地写过去 妙妙让她点了一嘴血 不小心吃进去 舌尖队时饮满了 带着印象的甜蜜 天哪 确然有人的血是甜的 那些水鬼要血 不会是把陌生的血 当了蜂蜜吧 胡乱想着 下意识还想伸出舌头去舔 陌生猛地回头 狠狠道 别吃 话音未落 雪字已经划过十来张符纸 笔风狠狠一顿 手指离开 那些符咒重重地抖动了几下 像被撒开的纸牌 骤然朝四面八方飞去 邓时狂风呼啸 硕大的星善寺 宛如被风吹动的纸房子一般 鼓胀胀地兜住了风 门窗剧烈地摇动着 仿佛下一秒就要爆裂开 巨大的佛像 发出嗡嗡的震颤声 供品桌上的烛台香炉 咕噜噜地滚落了一地 宏光骤然地站开 伴随着躯体炸开的撕裂声 无数暗雅尖利的声音 此起彼伏 宛如有几百个人 努力摇晃着快散架的 老旧架子床 上人心头发颤 两人的头发和衣袖 被狂风吹着 飘在空中荡漾不止 零六秒小腿肚子打颤 闭上眼睛 只能听到耳边 呼呼的风声 记忆仿佛回到了 碗浆船上的那日 少年浮在空中 银袖如蝶翅伸展 红光满室 胖得人眼皮发痛 迷风声都仿佛杀戮的刀子 凡写佛 他不看陌生的脸也知道 他又是邪门歪道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四十三集 风亭浪指 林妙妙半睁开眼 惊意地发现 泥塑像的残枝堆成了小山 坟成两侧 黑莲花宛如一艘破冰船 给他们毫不费力地 倾出了一条光辉大道来 他倒吸一口冷气 险些把嘴里的珠子 咽进喉咙里 一时呛住 便疯狂地咳嗽起来 呸得吐了起来 这 这是什么 木声周边红光赞些 眉宇间立即未消 反手狠狠地 一拍他的大腿 吃进去 这一拍毫不怜香心欲 轻得林妙妙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含进了嘴里 心里咚咚地直打鼓 甜甜的血不让他吃 这什么胃都没有的珠子 强迫他吃 什么事的 他顿了片刻 含着珠子含糊不清地问 你 不是要把我丢下吗 木声沉默了半嗓 狠狠地疼 你猜多话 我现在就把你丢下 林妙妙今生 他看出来了 黑莲花救他 一定是经历了 百转千回的心灵路程 正在对自己 不该有的人词生闷气呢 那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吧 他小心翼翼地 逆着木声的后脑勺 扭了两下 本想从他身上滑下来 却发觉自己的身体 僵硬成了一整块石塑像 别说走路了 连扭这个动作也无法完成 大惊失色 我怎么动不了了 脑子一转反应过来 悲愤地喝道 你又给我背上天的鬼符纸 木声顿了顿 强压着怒气解释道 你的身体连魅香都抵抗不了 嘴里寒清淡 再贴一张定身符 才能勉强震得住 懂吗 林妙妙颓了下来 哦 原身真是弱 硕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穿梳挑战者脆弱如他 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拿了赵太妃的玉牌 就要替他找到舍利子 现在他想找 却成了这副罪容 木声又是个有心看戏的 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去 算算时间 应该已经过了二个 什么时候 才能和主角团会合呢 哎 木声 妙妙最受不了 死气沉沉的长途了 以往出去玩 坐在副驾驶上 叙叙叨叨 防止司机睡着的准时他 他声音又脆又亮 即使压得很低 也像是银铃轻响 再疲惫的路上 都是欢声笑语 他笃定了心思 找人说话的时候 格外的无知无畏 你知不知道 有种虫字眼瞎 为了防止 误食自己的孩子 小虫字一出世 老虫字 就会分泌一种液体 给它抹在身上 靠气味分辨 你刚刚 是不是也 木声回头 凉凉地横他一眼 兔子趴在他背上 毛茸茸的脑袋 在他脖颈间 来回地磨蹭 嘴里不知 胡说些什么玩意儿 偏声他一个不注意 全听进了耳朵里 有种虫子 眼睛瞎 他这是说谁呢 以往他与木谣在一起 姐姐开口闭口 竖法道义 见过别家姑娘 也都是谈些风雅之事 到他这里 事事都反常了 他有时真的疑惑 林妙妙当真是 养在龟中的大小姐 不是山影竹林里 什么动物城的京 哎哟 别生气嘛 妙妙顿了顿 长长地叹一口气 吹得他脖颈一阵痒 我不是有意 把你说成老虫子的 我就是好奇 他眸光沉沉 竟然有些想象 他身上有一种 犯着傻气的聪明 让人不能轻易地 妄下断言 樊血浮一出 难以自控 你刚才若是舔掉了 我的血 我出手不是人 你可能会死的 妙妙心想 那不就猜对了呗 故弄玄虚 不过 我那么大一张脸 你做标记 为什么非涂在我嘴上 让我一个不注意 吃到嘴里 你还骂我 沐生回头 瞥见他轻颤的睫毛 刚消掉的火 再次横出 刹那间 蔓延全身 为什么雪珠 蹦出的那一刹那 对着那一张 白皙的脸 偏偏要往他 阴红的唇上一点 为什么 总有些事情 发生只在一瞬 不可细究 若要强行细究 非得使人暴躁不可 你的话太多了 灵妙妙觉察出 黑莲花语气中的烦躁 心下顿鸣 自己又采现了 眼下这个节骨眼 有些敏感 作为冉冉升起的朱砂痣 想要一点点 替换掉别人心中的白月光 进一步水到渠成 退一步则功亏一篑 事实都要格外小心 况且 她现在还根本没有这个字系 话锋一转 一秒钟切成了思春的少女 对了 你说 穆姐姐她们 是不是也会被这魅相暗算呀 听见穆瑶的名字 陌生的心立即提了起来 再一细想 柳福一和沐瑶 都是经验丰富的捉妖人 就算有人中招 那也只会是脆弱的端阳地基 下一秒 林妙妙的声音果然响起 听在耳中酸溜溜的 万一端阳地基 仗着自己中了魅香 对着柳大哥动手动脚 占了柳大哥便宜怎么办 她那样温柔的人 定然不会拒绝 到时候 啊 四肢百骸仿佛一瞬间 被虫蚁爬了满身 那一股难哀的感觉 瞬间席卷而来 牧圣 她感觉到自己正在眼泪横流 牧圣有些出神地 看着手中的符指 睫毛轻抚下来 她刚才听到一半 怎么就一股邪火 直冲天灵干 想也没想 刷的一下 就把她衣服上的符指给撕了 哎呦 你 你快给我贴回去 妙妙无法自控地 在她背上扭动起来 宛如一个被白粉诱惑的 隐君子 额头上爬满冷汗 哎呦 有 有你这么做朋友的吗 牧圣轻轻地扮回过头来 冷眼望着她 现在舒服了吗 妙妙抬起眼 眉毛上都是湿达的 难以置信 你说什么 黑莲花微微一笑 水润润的黑毛深不见底 语气分外的温柔 舒服了 就安省下 这一路上 林妙妙过得非常精彩 媚香入骨 半死不活 偏偏嘴里还含着一颗金丹 吊着她 昏不过去 迷迷糊糊间出现了幻觉 恍然看见空气中出现了原生的脸 阴郁地嘲笑着她 仿佛在说 不自量力 对不起 我再也不骂你了 林妙妙妙望着她 T四横流 伸出一只手 虚空去抓 想跟她握握手 兄弟 你惨啊 嫁给这种人 你太惨了 牧生耳聪目鸣 感觉到背后 嬉戏苏苏的响动 绷紧了神经 林妙妙 比她想象中的硬气 一路上安静地像一具死尸 无法控制的眼泪 巴搭巴搭地落在她背上 却死活也不肯吭一声 这会儿 她听见她突然开始嘟弄当当 说些什么 脚步一顿 竖着耳朵听 只听见她哼哼地道 灵月 对不起 我再也不骂你了 牧生一睁 微微地侧头 怕她真是难受地失了痣 还刻意地颠了点 把她弄醒 你骂你自己做什么 这一颠不打紧 林妙妙正昏昏沉沉 嘴一张 口中的清单 啪她一声 掉在地板上 咕噜噜地 在黑暗中滚远了 林妙妙煞时间 眼前一黑 彻底晕厥了过去 牧生一下子绷紧后背 竟然有些无措 真是缩死 她身上清单 也是救急用的 荒娇野地 她哪里再去 弄一颗清单来 她犹豫了片刻 矮下身来 想把林妙妙放在地上 谁料少女一个 回光返照 醒了过来 两下晕红 两眼亮晶晶地 隐瞒了泪水 死死地拉住 她的袖子 生把她有所动作 从地上捡的 我才不要吃 这地上可全是 妖怪的残骸和血液 来来回回 让他们踩上了好几趟 不知成了个什么光景 木生扭头和她对视了半场 确定她神色中的抗拒 是认真的 已然让她折腾得没了脾气 那你想如何 去那边 她手一指 折腾着酸软的胳膊和腿 强撑一口气 十分自觉地趴在木生的背上 一手紧紧地揽住她的脖子 仿佛生怕马儿撂驴子 将她踢下来 殿中的金身大佛像 这 真的住妖邪 那座佛像 可是整个星善寺 重重殿宇内 供奉神像中 最贵重的一座 皇家一掷千金 用足金打造了一座 最辉煌 最震撼的神灵真身 每次赵太妃前来星善寺 首先都要去正殿参板 世间万物 一物降一物 即便星善寺再写 那样沉重的足金 在被一笔一笔雕刻出 神圣美眼的瞬间 冥冥之中 也沾染了空灵的佛性 不动声色 庇佑众生 他们不知道 就是在这座佛像前 端阳地基蹊跷出血 赵太妃慌乱之中 曾听见那个 又细又暗雅的声音传来 信女赵庆如 你是不是 拜错地方了 暗桌上两盏烛火 光明璀璨 妙妙靠在公暗旁 脸上的烟红 慢慢地褪去 只要仰头望举 就会看见那座金山大佛 如山般微额毅丽 映着辉煌的火光 金光璀璨 她以一个略微倾斜的角度 慈悲地俯瞰着 云云众生 妙妙靠在佛脚边 心中一片平静 颇有种背靠大树 好乘凉的滋味 沐生 你怎么不过来 少年一个人立在店中 像是吁吁的一道黑影 是世间最不可琢磨的游魂 直到风吹动她头上的发带 这才平添了几分 少年人的生动 她文言慢慢地回过头来 走近了她 似乎察觉到什么 毫无尊敬之意地 仰头看上去 佛祖的眉眼 仁慈肃木 咯吱咯吱 林妙妙怀疑自己的耳鸣 竟然听闻背后 什么东西在震撒 这种声音 宛如将要孵出小鸡的蛋 发出炙热 坠坠不安 带到看见陌生的神色 她的嘴巴才慢慢张开 有如石画般回头望去 佛像正义一种 非常快的频率震动 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 受到了强烈的感应 林妙妙瞪着木生 这是 木生眯眼看着佛像 笑容毫无温度 邪悟 还真是对同类敏感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 欢迎收听 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工 主播 暖阳 第四十四集 黑莲花倒是有几分的自知之明 只是这年头 邪悟见邪悟 也行打个招呼 妙妙一面向木生奔去 一面注意到 她手腕上滑落了收腰柄 捏在手里 经不住寒毛倒树 你 你想干嘛 你不要对佛祖不敬啊 话音未落 收腰柄猛地击出 直倒塑像的脑袋而去 灵妙妙无语 阿弥陀佛 黑莲花一人做诗一人当 木生的神色异常地严肃 他的动作极快 犹如暴风骤雨侵袭 在收腰柄飞去的同时 一打符纸一抹 在空中排开 借着旧伤口的一点血 只来得及划了一横 那些符纸便迅速形成了个包围圈 像呲牙咧嘴的恶犬 又如一圈的利剑 狠狠地向着雕像攻去 可怜黄氏的金身塑像 头脚被围 四面楚歌 转眼间受到无数的攻击 金光迸射 直入人眼 林妙妙本能地拿手臂挡住眼睛 原来你见了我不是兴奋 木生的眼角微微地发红 眼中跃动着沸腾的杀意 有些无趣地慢慢熄灭了 是害怕呀 妙妙睁开眼睛 这场战役快得出乎意料 眼前止于几缕呛人的烟雾 大殿中又恢复了死寂 是妖物太弱 还是木生太强 或者 诶 塑像呢 台野银看 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来 足形塑像拦腰斩断 破败的下半身露出了个大口子 里面竟然是中空的 有一个模模糊糊的 带着棱角的影子 妙妙凑过去看 借着烛火的微光 隐约可见那是一个红漆盒子 再细细一看 盒子外部乃是牛皮包裹的 由于时间过久 皮子腐烂剥落 显得斑斑薄薄 他心中一阵的心跳 爬上了供桌 弯腰将那盒子拿了出来 呼的一吹 厚重的灰尘飞开 四处的飞舞 两人对视一眼 木生毫无兴趣地 往他手上瞥了一眼 打开吧 这就是赵秦如要的舍利子 妙妙颤抖着手将其打开 盒子没有上锁 只是端口的皮子磨破 有些嗅住了 开的时候 发出了一丝 挠心的咯吱声 黄绸布上 躺着两枚黑乎乎的小石子 妙妙经不住放着黑莲花 这就是舍利子啊 木生也望着他 看我做什么 我也没见过舍利子 突然间手背一凉 骤然有一道黑影 从盒子中输得跃出 落地变成一个人的模样 弓着背 飞速地钻入 破落佛像背后的墙内 他猛地被他往边上引拉 木生仓促道 先别跟来 随即搜的一声 妙妙眼睛一花 木生已经追着那黑影而去 消失不见了 佛像背后的墙上 有一个波光淋淋的圆形大洞 那边似有云气摇摆 看不真切 显然是个幻境的结界 喂 他拍了拍墙壁 墙壁是石心的 刚才那一下 是妖物太弱 还是木生太强 亦或是 根本是个请君入瓮的陷阱 木生生来张狂自负 至于死地而后生 刀山火海 一座坦途 对于他 陷阱和挑衅 都一样是邀请 只有赴约一条路 那他呢 追 还是不追 妙妙心一横 他将盒子放下 将小石子拿手帕一包 揣在袖中 踏上供桌 一头扎进了黑洞 柳夫依的体力 正在飞速地消耗着 树林中迷雾重重 清冷的目光 照着满地的落叶 白雾如棉云 丝丝缕缕地飘荡 缠人的眼 如果只有他和木瑶 一路相随而行 倒还好说 只是背上还有一个 中了魅香的端阳地基 一路上要人留意照顾 柳大哥 端阳两侠驼红 声音里带着哭腔 柳夫依感到有些棘手 半回过头去 怎么了 殿下 端阳在他背上扭来扭去 扭得木瑶脸色更黑 本宫 本宫 真的很难受 殿下且忍忍 就快到了 条件不好 只好创造条件 木瑶身上带着伤 这种时候 顾不得男女大房 君臣有别 柳夫依背着他 给他口中 喂了一颗清单 轻柔地嘱咐他含着 端阳脸上 七风苦雨 我们 要走到哪里去啊 柳夫依的神色坚定 回宫去 然而 眼前茫茫的一片白雾 不时前路何如 木瑶撇见粗壮的树干上 那道熟悉的菱形刻痕 望着柳夫依叹了口气 又走回原地了 旧死早已经成为了 恶鬼的大本营 两人不敢懈怠 一路杀了 好不容易才救出了 被吓掉了半条命的端阳地基 秀让地基中了魅香 手忙脚乱之际 不伸一脚踏入了这个幻境 幻境中总是这样一个月夜 端阳下盼了 对于时间流逝毫无感觉 他们却知道 外面可能已经过了一天 或者更多了 捉妖人的符咒 对于厉鬼碎物事倍功半 柳福依和木瑶身上的符咒 就在一次次消耗中 用得差不多了 说是有盈余 也不至于放任端阳地基 扭成了麻花 脚下猛然一凉 二人警惕地向下望去 原来是一只欢 飞速地擦过了 柳福依的跑脚 踩着落叶擦擦擦地掠过去 木瑶感到一阵的 精神紧绷下的眩晕 此刻突然放松 有些迷茫地想 幻境里也会有欢吗 端阳地基 早如惊弓之鸟 将头埋在柳福依的脖颈里 吓得尖叫起来 啊 那是什么 柳福依让他叫得耳鸣 强忍眩晕 拍拍他的手臂 没事的 没事的 是动物 话音未落 那欢回过头来 转瞬间变成了一团 蜷缩的黑影 伸着了四肢立起来 向柳福依直冲过来 福依 啊 木瑶和端阳同时尖叫出来 柳福依真的很倒霉 倘若他只有一个人 斗展袖袍 身披月光 妖魔鬼怪 不可近身 偏偏他此刻 背着一个手无腹肌之力 御势指挥尖叫的地基 他以时施展不开 又怕越开去 那东西会趁机地 掳索断痒 直点咬着牙 正面对着那黑影 生生瘦了那一击 那黑影是一个人 低等的妖物 是绝对不会如此精准地 攻击猪妖人的脆弱点的 柳福依柔弱的腰带 连带着他抵抗的手 就被他用刀剑般的黑气 精准地捅了进去 木瑶眼睛都红了 一通炸火花从掌心蹦裂 如排山倒海之势 一路炸到眼前 只烧成了一片的火墙 那黑影似乎很惧怕火 浑身的毛发都炸了起来 向后倒退了几步 几乎消散成了一片黑烟 在不远处再次聚拢起来 与此同时 木瑶的裙角 仿佛扫起了白雪 旋即而来 挡在柳福依身前 四五片符咒 刺掌心一拍 朝着黑影翻了出去 柳大哥 柳大哥 地基生死力竭地尖叫起来 柳福依身受重伤 白衣上满是鲜血 眼看要站不住了 他唇色苍白 强撑着一口气 将他放在地上 直到 没事 殿下 不要怕 端阳将他抱在怀里 眼泪流得更加汹涌 木瑶听见端阳尖厉地叫 一时心乱如麻 只是回头看顾的一瞬间 身后那黑影 飞速地伸出了一根刺 似乎是专等他的走神 啪 千钧一发时 一个火花 不能叫做火花 显示是一团汹涌的火球 瞬间爆炸开来 火球内核是冷酷的蓝色 外周是带着斑纹的橘色 熟此绚丽 而杀伤力巨大 黑影让着火球轰得一炸 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思鸣 思鸣的尾音里 依稀听出一个男人 咆哮呐喊的味道 这是陶影的怨灵 沐生的跑脚翻飞 惊奇漫天的落叶 枯败打卷的落叶 被巨大的力量斜冲出来 形成了一道漩涡 将其围在冲间 经受不住这猛烈的风 在空中暗哑地碎成了粉末 再晚来一步 后果不堪设想 沐生雪白的脸 在这种情景下 显得格外的阴森 他远远望着地上 飘浮的黑影 漆黑的眼底 一片地肃杀 接着跑啊 空中黑雾 久久不能成形 宛如一个被炸破了像 捂着脸哭的人 远读着盯着他扮上 花的消失在了空中 二姐 你没事吧 沐生转过身的刹那 浑身上下的力气 收了个干干净净 瞬间变成了 乖巧听话的少年狼 眼睛红红地 跑来牵过沐瑶的手 看见上面的几道 浅浅的划痕 轻易地叫道 你受伤了 一旁正在大出血的 柳福衣看着 沐瑶睁睁地看着弟弟 一时间忘了抽回手去 他的出场突兀又惊人 爆发出的力量 是他从未见过 也从未想象 这个弟弟能够拥有的 他身上的气息 已经不能用 妖气浓重来形容了 是因为沾了妖物的血吗 还是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一声大喝打断了他的思绪 端阳地基哭得眼睛都肿了 紧紧抱着失去意识的柳福衣 柳大哥都快死了 你们还站在这里聊天 沐瑶大惊失色 扑过去要看柳福衣的伤口 让愤怒的端阳一把打掉了手 都怪你 他转向沐生 还有你 沐生面色一沉 被沐瑶拉住 劝道 阿圣 沐瑶强行忍受着委屈 好生好气的道 让我帮他处理一下 他摸出浑身上下 仅剩一枚的止血符 贴在柳福衣的伤口上 好在那只是普通的伤口 既无腰力也无剧毒 只是失血会遭些罪 只要好好地休养几天 并无大碍 沐瑶轻轻地松了口气 不自知地伸出手 扶上了柳福衣苍白的脸 语气极清 像是在哄他睡觉 福衣 没事了 阿圣来了 柳福衣真的从 半昏睡中醒来 睁了眼 两人目光相对 他微微笑道 嗯 我没事 只一句 再度昏睡过去 仿佛撑着到现在 只是为了给他这样 一个安心的笑 林妙妙从佛像背后的洞中刚钻出来 看到的就是这老夫老妻般温情的一幕 他设想了无数次与主角团会合的场景 设想了无数次孤身而行 一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 就是万万没想到 一钻进幻境结界 就直接让他和主角团会合了 唉 真是敷衍的川叔呀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 欢迎收听黑莲花攻略手册 作者 白羽摘雕公 主播 暖阳 第四十五集 阿姐 上午看看你的手 对着沐生那双润泽得近乎泛着水光的眼睛 那可怜兮兮的神态 任谁都无法拒绝 沐瑶仙长的手 从袖子里掏出来 百般不情愿地递到了弟弟的手上 沐生小心翼翼地吹了吹那几道划痕 却要拉他到旁边坐下 我帮姐姐上药 不必了 沐瑶哭笑不得地抽回手去 都是皮外上 哪那么娇气 沐瑶穿着月白的上颅 鱼紫色抹胸上面 是漂亮的锁骨 发丝垂下了一两缕下来 满脸狼狈也依然地清理 叶峰吹动他的裙脚 他低着眉 眼角的泪痕娇艳动人 只是他挂念着柳福义的伤 仅仅出来不到一刻中 就有些心神不属 本来他有些疑惑 沐生出场时 那威压狠力的气势 可是看他这副熟悉的小狗模样 就是他最了解不过的弟弟 想想也就算了 至于他身上那一股强烈的气息 多半是身上沾了太多的 妖物鲜血的缘故 沐生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他 嘟囔道 柳公子只顾着地基 顾不上姐姐 下次我再也不离开阿姐了 说什么孩子话 沐阳文言只觉得好笑 笑着笑着又浮现了一丝的心酸 我们受赵太妃所托 当然要照顾好殿下的 倘若不能保护殿下 向我们这些捉扰人做什么 他回头看着沐生的脸 有些欣慰又有些失望 沐生已经高他一头 虽无血缘却有不输于沐家人的好相望 也有着跟他一样出类拔萃的捉妖天赋 可是这么多年 弟弟似乎一直都没有长大 还是那个守在他房间门口 巴巴等着他回来 一个故事变换得他笑逐颜开的少年 孰今沐瞎已轻 重担落在他身上 前路茫茫 沐生只依赖他 多有任性之处 不能同他分担一心半点 他心中浮现出 惺惺点点的寂寞 女孩子在寂寞无措的时候 多半会思念起 自己平素依赖的人 他此刻尤其思念柳福音 想念他温热的怀抱 温柔的开解 足以为他撑起一片小天地 从前为了小事 跟他赌的那些气 好像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个幻境正是端阳地基 重复了多次的梦境 从新寺到旧寺的路途 星光璀璨 秋热的重明都于真实的世界一般无二 夜风微凉 卷起衣袖和衣角 吹走人心中全部的躁热 沐生怡姐姐并肩而立 脸上一副岁月静好的神情 心中却犹如一团乱麻 脑中却不断想起 林妙妙嘱咐她的那句话 与其听她瞎掰 不如去问你姐姐 阿姐真的会知道吗 即使她知道 真的会告诉她 所有人都尽力掩盖的真相吗 过往数十载 从未像这段日子一样 充满了连自己也无法消除的迷茫和惶惑 试过这一切 不过是和美的假象 她伸手戳破 梦便醒了 那该怎么办 她看着沐瑶沉默的侧脸 心里明白 她其实也有话要问她 只是她现在忧心的柳福衣 暂时顾不上她 嘴角戴上了自嘲的笑 二人在风中站立 靠得很近 却各怀心思 触不可及 端阳地鸡就像一只互宰的母鸡 妙妙走到哪 端阳就虎视眈眈地盯着她到哪 丁得妙妙心头起火 殿下 您 您老看着我做什么 端阳靠在树下坐着 肩上还披着柳福衣的外袍 强行让人事不行的柳福衣躺在她腿上 连腿被压麻了都坚持不肯动 林妙妙跟她周旋 哎 我看看柳大哥怎么样了 不要 端阳搂着柳福衣 小脸上显出了警惕的胶筋 柳大哥喝了药刚睡下 你别打扰她了 妙妙同情地放着扭曲地枕在端阳腿上 还不时地被她轻轻拍一拍的柳福衣 心道 究竟是谁在打扰她呀 但她没有出言讽刺 只是诚恳地道 殿下 柳大哥曾经救过我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她也是我的救命人 端阳的下巴高高扬起 带着养尊处优的女孩一贯的骄傲和不容置疑 她还救过我三次呢 她的神色变得柔和起来 想到她为妖物所伤的当下 还顶着一张苍白的脸 就对她轻柔的安抚 殿下 不要怕 端阳地基的鼻子一酸就要哭 可是她想 不能哭 她是华国最尊贵的地基 天子富有四海 她便坐拥百川 现在柳大哥受伤了 以后换她保护她 她无论如何 不让她再受伤 一丁点都不行 林妙妙见她眼中悬着泪 许久又抹了抹脸 换上坚定的神色 一时间不好打扰她的幻梦 只好朝着不远处的 另一个大树反向走去 林妙妙走前充满怜悯的 看了一眼 有落枕嫌疑的柳福一的脖子 心里默默地道 对不住了柳大哥 没能救你于水火 青铜树皮光滑 枝叶繁茂 是秀气又漂亮的大树 林妙妙将万伤脱下 盖在身上 分外惬意地靠在了树下 不论长夜如何漫漫 今夜都是休息的好时机 打她 打死她 街巷背处 狭窄阴暗 落叶和积水都腐烂在这里 清晨的醉汉 会在这里旁若无人的小姐 所有的阿渣事情都发生在无人的街巷 四五个小孩围了个圈 将中间一人死死按住 拳打脚踢 那个小小的白色身影 如同一条冰死的鱼 拼命甩着尾巴挣扎 真让她在包围圈中打出个缺口 连滚带爬地冲了出去 男孩的头发期间 并未像其他孩子一样竖发 而是任由那一头 黑亮顺滑的头发披在肩上 面若浮雪 眸似沉腥 乍看过去 像是有个几分惊艳的漂亮女孩 身后几个人 立刻撒腿追上来 这便立刻显出了差距 悬来打人的孩子们 足有八九岁了 身强体壮 而被打的孩子最多七岁 身量不足 手臂也纤细 足比他们都矮了一头 她跑了两步 就轻而易举地被追兵扑倒 她躺在地上 大口地喘气 黑葡萄色的眼睛 倒映着黄昏绚丽的天气 她开始看天边的火烧云 看得很专注 你到底会不会说话 真是个哑巴吗 顶头的孩子踹了踹她的脚 她抬眼望过去 紧紧地抿着嘴 眼中没有什么情绪 是个怪胎 从不理人 几人窃窃私语 对视野 打她 雨点般的拳头落下来 她伸出手臂挡住脸 肘部的衣袖 很快裂开了几个稻子 干什么呢 横出一道压功嗓 孩子们都停下来 眼中迸发出惊喜的神色 大哥 巷子里的孩子王 今年十三岁了 身量最高 块头最大 第一个迈入少年人的行列 下巴上冒出了青黑的胡茶 嗓音也变得像鸭子脚 她穿着一件破烂的仇衫背心 驮着背 手里的棍子在地上一敲一敲 发出嘟嘟的声音 地上的小孩却不看她 静止坐起来 手脚麻利地便要溜走 秀姐的脸上 一丝表情也没有 我让你走了吗 那白色的小小身影恍若未闻 令她心头火起 几步跨过去 伸手便将她提了回来 摔在了地上 那小孩抬头 冷淡地看了她一眼 乌葡萄似的铜 眸光练艳如秋水 睫毛鲜长 颜眉妩媚 她猴头猛地一紧 街巷口最美的豆腐西施 都没有这样招人的一双眼睛 这个年龄出安逝世 好的不学 坏的学了个干净 她心里仿佛有猫爪子在挠 浮躁不堪 对着那张小脸 看了又看 回头笑道 小子们 爷爷 给你表演个好的 说吧 神色一变 给我把他按住了 那小孩看着神色各异的一张张脸 脸上的表情终于有了些微的变化 慢慢浮现了惊慌的神色 不要 不要 眼前那张脸越贴越近 眼神直勾勾的 她见识过类似的眼神 大概知道那代表什么含义 她拼命摇着头 随着心跳加速 仿佛有什么东西 再慢慢地破碎开来 大哥 你离她这么近多什么呀 有小孩子疑惑地问她 孩子王的指头 狠狠地捏住她雪白的下额 刻意在上面留下了两枚烟红的纸印 笑道 哈哈哈哈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狭弄 哦 孩子们都似懂非懂地起哄起来 男孩忽然剧烈地挣扎起来 宛如鱼死网破前最后的挣扎 一脚蹬上暗脚的那个孩子的脸 散了他了 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嘴角浸出血尽来 其他孩子拥上来 死死地将他按在地上 那双黑漆漆的眼睛 绝望地看着越来越近的脸 结语颤动两下 闭上了眼睛 不要碰我 不要逼我 骤然黄光蹦出 雪红色与暖黄的黄昏交叠在一起 小孩期间的长发暴涨起来 刹那间变到了腰间 黑发每身长一寸 狂蜂便加大一层 满树的枯叶 几乎被全部扫下 街巷口的断墙砖瓦 扑噜噜地落了满地 瓦力飞线 只听得被截断的几声惨叫 不似人发出的 他周身默浴强烈的红光 许久才茫然地睁眼一瞧 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几个人 分明就是方才按住他的那些孩子 此刻瞪眼远睛歪在地上 维持着扭曲的姿势 早已没了呼吸 男孩静静地看着 一时间来不及反应 直到长发随风飘起 落在他肩头 他伸手一摸 这才惊慌起来 倒退两步 转身跌跌撞撞地 奔出了巷口 头发长长了 一下子长得这么长 娘会生气的 老舅的木楼梯上 一路浮花被冲撞得东倒西歪 有人跌了扇子 征集斗艳的枝粉群里 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尖叫声 啊 什么东西 他怀着那样 深重而迷茫的恐惧 头也不回地跑向了二楼 背后有人拿着扇子 气得直跳脚 反了他了 当这里是什么地方 快拦住他 谁也拦不住他 杖子是放下的 房间里是甜腻的催情香气 屋子里暗得几乎看不到阳光 他呆呆地站在那里 看着那张熟悉的床 直到杖子被风荡起 他感觉他被人压在身下 额上粘着发丝 红色的肚兜挂在脖颈上 裸露得肌肤雪白 就仿佛新年时化掉的 最后一点肮脏的血 曾经他姓氏勃勃地想起堆个雪人 可是未及拿在手里 那些雪就已经化成了透明的泥 转瞬不再 娘 那样挥败无神的眼睛 那一定不是他 不是那个在镜子前面 笑吟吟地为他梳头的人 太阳落山之后 无论如何 不要回来 男人带着青筋的手顿起 捏起床头柜子上的茶盏丢了过去 伴随着一声赤马 上好的骨瓷划碎在他额角 温热的液体 顺流着他的脸颊留下来 且许暗红覆盖了他的视野 杖子不住地被风掀起 每一次他在跪在原地 静静地望着他的眼睛 他终于流下泪来 那样污浊的眼泪 蜿蜒着留下他 无暇美艳的脸 宛如一丝 不可拼接的裂痕 小生啊 谁让你回来的 听众朋友们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